今年首9个月 绿政部属下的产业处理及信托局发出了855个破产令 同比增加15% 受访律师表示 这可能是因为贷款的利率走高 以及通货膨胀等是导致一些人无法偿还债务 来看记者红报林的报道 绿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月到9月共收到2980份破产申请 比去年同期的2740份多近9% 发出的破产令则有855个 超越去年同期的743个 利息调高跟通货膨胀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们可能对于他们的贷款所提高的那个利息 并没有估计的很好 我消费还是照样消费 甚至我消费量提高因为通货膨胀 所以我收入没提高 但我的费用提高 我的贷款利息提高 所以我没办法支付 这家社会服务中心指出 今年至今已有约300人前来求助 当中七成是赌徒 中心通过债务偿还计划 给予这些人援助 他们是走投无路了 因为外面见得太弹大的一些债务 我们先了解 它本身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他们本身现在的收入是多少 我们才给一个解决 怎么去解决这些债务 35岁的威廉就是其中一人 他因为赌球等半年内欠下银行和合法放贷人近9万元债务 他的月入5500元 目前轰过债务偿还计划 每月偿还3500元 希望在三年内还清债务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中阅